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人答应我 不行 你必须走 马上就走 我这儿要的是兵士将 你手无腹肌之力 留在这儿有什么用 我以无文书可写 更不需要你出什么良策 你留在这儿 只会给我带了份牵挂 大人 毕竟 你是独子 尚有年迈父母 下有幼子让你照料 你一死了之 抛开他们怎么办 自苟忠孝男两全啊 大人 此话不错 但毕竟 你忠于谁呢 刚才你说了 为了大明王朝 为了大明的江山 可这是包括皇上和朝廷各级面官 共同忠于的大明王朝 共同捍卫的大明江山 我现在是父辈首帝 前面是城外的清兵 背后是洪光皇帝和马瑶草 远远海之流的进党 不要以为我这是大力不道之一 因为他们正在 现在已经背叛了大明王朝 背叛了大明江山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 盾和刀枪的帮忙 空有一个好的愿望 希望先帝在位时的党争 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 对朝廷的争执 常以回避 退仗 迁就 以求和蔼共济 其结果 是你退一步 它进十步 导致奸党 独揽朝中大权 这是我拾母误国呀 自古以来 大人 文臣死于贱 武将死于贱 武将死于贱 我十可法 只有拼死以谢天下 以恕悟国之罪 大人 毕将 听我的话 如果你真有报国之心 就速速离去 留取有用之身 勿往天下设计 带义军四起之日 再重整山河 光复大明 先知 如果能按我的话去做 本都纵然一死 也效尾就全了 大人 马上 马上离开扬州城 我会派人送你出城的 嗯 走 一层 聪儿啊,聪儿此言害事惊人。 老爷,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老夫现在哪里有资格去评论于他呀? 也许是黄公子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才会有这么惊世害熟的想法。 这场黎沫能够成全冲啊,很可能成全的。 老爷,你不是到马药草那儿打听消息吗?怎么样了? 晚了,今天早朝的时候,我试着打他了两计,你猜他怎么说? 不但没有回答我,反而提醒我说,是谋反名单上的人,少管显示的好。 这些人? 那,这早朝上可有杨周辰的消息? 哎呀,可怜石大人啊。 苦手孤城啊,连写了十多封九远信了,请求皇上增援啊,得去人啊。 这皇上啊,和马药草是置之不离,说清兵已经开始故城了,你想想看,将士的肚中无石,手中无剑。 扬州城完了,守不住。 这…… 史大人,你想成长去躲一躲吗? 我是你扬州城同在。 史大人。 如果清兵这样连续的进攻 我们很快就会面临 胆尽粮绝的局面 甭起大人 写奏章 集报朝廷 哪怕就是派不来援军 急送些弹药粮草来也好啊 出发一下 就请你带小队人马突围冲决 送往朝廷 徐大人 送信之事 请您另派他人 此时此刻 我楚中全 誓死不离扬州城 誓死不离 使大人一步 通围送信很危险 也是很重要 使大人 爷爷 清双愿单此重任 大人 就让清双去吧 好 清说 你要多少人呢 我只需要精兵二十 天黑出发 趁夜里出围 好 那都可以准备 指大人 爷爷 小女告辞 清说 千万要小心 小女一定完成使命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走 快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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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警察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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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岁 马克老求见 晚岁 马克老求见 陛下 陛下 扬州使科法送来紧提军报 没看见朕在这练长生不老之术吗 都让你们给搅和了 起来说起来说 陛下 微臣也是万不得已啊 陛下请看 这是使科法送来的血书 混账 这是法谈禁地 怎么能让这个 娘愁的血书放在这里呢 扔出去 这使科法又怎么了 使科法军报上说 清军正在攻打扬州城日夜围攻 使科法请求支援 你说这使科法到底能不能守住这扬州啊 一代名将嘛 应该守得住 守不住就大面 哎呀 这些在外领兵的都是这个样子 整天的喊啊 缺人啊 缺钱啊 缺粮啊 借着打仗的机会 千方百计的跟陛下您要东西 那行了 行 这事你就看着办吧 啊 以后使科法的事 你要是再报我 你要是把我惹急了 我连你一块罢免了 走走走 县城 县城 我才在 在海里接着列 啊 扬州 这个恶守江北门部的重战 在被久违之后 终于和清军进行了一场兵力对比悬殊 战斗异常惨酷的攻守战 在得不到红光朝廷援军的情况下 时刻把都帅仅有的四千兵主苦手苦成 百姓和将士们怀着誓死报国之志 纷纷慷慨就义 这场战斗 成为红光王朝唯一的一次 对南下清军的顽强抵抗 新潟的地方 学生 学生 导致 学生 学生 同学生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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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 Bang Bang 石大人 石大人 城在我在 城亡我亡 石刻法 可以投断 但是不可能 没有奇迹 果然是明朝的一代 忠臣两家 可惜啊 生不逢世 又投错了种子 杨周一 是本王南下以来 损失最惨重 我要为死去的将士们报仇 杨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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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别唱了 都别唱了 还站在那干什么 都下去 都关 关 出去 快点 这是什么人在乱讲啊 真要杀了他 这是突围出来的将士 联名发来的军报 这个石刻法 这个草包蛋 这要治他死罪 陛下 石刻法已经 自稳殉国了 便宜他了 石刻法 王国之手 被罪自杀 死有余辜 行了 行了 阮大人 你别说废话了 清兵已经 打到了镇江城下 城门楼子都给轰塌了 现在镇江已经被清军占了 这咋整的咋整的吗 我说马云青啊 前些天 你还说那扬州城没事 石刻法守得住 那缺粮 缺弹药 都是虚张声势 怎么一下子 就成了这样了 陛下 是您的意思 只准报好事 不准报坏事 这 哎呀 那这 这可咋办呢 清兵打到了镇江 那离南京就很近了 啊 陛下 陛下陛下 你不要惊慌 微臣 一起召集文武 商量对策 快去吧 快去吧 赵将军 钱大人 清兵已占领镇江了 您还在为皇上选淑女吗 再选 也不知道为了哪个皇上了 哎 赵将军 这皇上也没跟我说 不选呢 赵将军 主管南京防务 以你之高见 这南京城 守得住吗 南京城防务 就不在南京 这话怎么讲呢 赵大人 全城人的身家性命 全靠你了 赵将军 看你这行有成竹的样子 国费已经有了退兵之策 我刚说过 南京防务 不在南京 我早送兵圣上 也向阁老说过 可咱人微言轻 人家不听 有什么办法 现在 清兵一路南下 势如破竹 我军 兵败如山倒 那南京 还守个屁 马大人 沃大人 哥老 你们刚才说什么了 继续说吧 高大人 哥老 还是问他吧 他是主管南京防务的 卑职是说 如果江房守不住 眼下最好的办法 就是与清兵通款了 通款是什么 求和 求和就是投降啊 那又如何 历朝历代 以通款 作为权益之计 保住政权的利子多了 你说说 南京还有多少人马可用 大约还有二十万之中 加上葛老亲自指挥的精兵五千 那五千就不要算在内 那就是二十万了 阮大人最清楚 是啊 就是这个数了 既然有二十万兵力 为什么不战自降 跟你们这些文官 没法讲打仗的事 全是纸上参兵 江北四镇有多少人马 史河法大人有多少人马 都一一让人吃掉 现在要靠南京二十万打败清军 简直是痴人说梦 如果不战自降 大明江山尚且不保 太祖的灵寝又何以安宁 去 啊 好了好了 大家都不要再争了 现在是危难之际 南京城几十万生灵 就在我等一念之间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心平气和 一定要审时夺势 一切都为了我南京之生灵 不要再遭涂炭 全部老的话 很有道理啊 眼下时局紧迫 相争无异 事战事和 还要面柄圣上再做定义 各位大人 散了吧 马哥老 你还没走啊 我想问问哥老 你那五千名亲兵 不参与守城 那都掉进来 究竟要干什么呀 哎呀 不该知道就别问 怎么不该问呢 论功我是兵部尚书 论司 你我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都该问呢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啊 因为我们太熟了 你是想留着你那五千精兵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好为你保镖护驾 溜之大吉 对不对啊 哥老大人 你这话太多了 我告诉你 我是为了皇上 我不管你为皇上 还是为你自己 反正你不能把我剩下 要走咱们一块走 不行 这这太小 太小了 再拿一下 再拿一下 这件合适 像我自己的衣服 像 真像是量身定做的 好好 请坐万岁爷 马哥老求见 快让他进来 是 陛下 陛下 马爱卿 不认识朕了吧 来来来 坐下 坐下 陛下 你说 坐下 坐下 马爱卿 朕这是一夜都没有睡好觉 想来想去 只有逃难这一条路好走了 这逃难啊 你可没有我有经验 首先 这医生就得合适 不能让人看见你是随便配上一件衣裳 那可就露馅了 陛下 你这个也太着急了 这清兵还没有打到城下 咱们南京城里还有二十万精兵 再说也有不打的可能吗 你可别再哄我了 朵朵带了个清兵啊 一直攻到了瓜州渡口了 那在江北岸支上了大炮 拉开了阵势 只要是大炮一响啊 那炮弹 就能飞到我的寝宫里来 皇上 皇上要逃 你也不能就这么逃啊 您现在是皇上 一定要有亲兵护驾 是吗 有亲兵护驾 哼 朕这皇位要是做不成了 还有谁肯护着呢 当然要护了 不过 陛下现在不能走 如今大兵压境 南京城里一片混乱 陛下如果现在一走 那军心 民心可就散了 南京城也就会不攻自破 那你说 咋办呢 请皇上下一道诏书 诏告全城居民 就说皇上 要与清兵决议死战 全城的军民 要共守南京城 严禁外逃 否则杀无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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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皇上有什么打算 什么打算啊 满朝文武到现在还在争 这皇上也拿不定主意 倒是给我下了一道旨意 让我刚选进来的那些书女线都送回去 这么说来 这皇上是要跑咯 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什么事啊 大街上贴出黄榜来了 黄榜 榜怎么说 意思说全城上下 所有人等严禁出城逃亡 为此 还有呢 又说让所有的黎原弟子 轮流进攻现役 就这些 就这两天 下去吧 是 这倒奇怪了 到这个时候了 皇上还要听戏 以老夫之见呢 这是做给百姓看的 那到底皇上是逃还是不逃啊 眼下皇上啊 只有两条路可走了 一是通款一和 再就是死守戴冤 与清兵血战到底了 那当然是跟清兵血战到底了 你在前面跑 这清兵在后面追 要跑到哪才算是个安全的终点呢 那是你的想法 你想想看 现在城里只有二十万兵马 如何抵得住清军的百万大军呢 我就不相信他父王能够像先帝那样以死殉国 我看他不像 不管父王如何 有件事你还是要挂心的 什么事 皇公子跟陈公子还在刑部大佬里生死未卜 这件事我一直就放在心上 我私下里跟刑部尚书已经通过话了 他也同情冲儿 只是不敢去承担风险 让老夫再想想办法吧 想想办法 万岁爷 软贵妃 醒醒吧 万岁爷 清兵打进来了 清兵倒是没打进来 可是满朝的文武官员逃跑了不少啊 那你还喊醒我啊 马格朗不是传下朕的旨意了吗 谁跑了杀谁 万岁爷 人都跑了 咋杀他们啊 那你还喊朕 我相信我杀了你 是马大人刚才派人来 要接皇家出城去躲一躲 不能等天亮了再出城吗 深惊半夜的躲个球啊 万岁爷 不是爷刚下的旨意 不准城里人出城 爷得偷着走 爷再不动身就来不及了 更衣 万岁爷 穿啥 龙袍 还是破衣啊 偷着出城 当然穿破衣裳了 来来来 破衣 启禀大人 出发吧 赢家的队伍还没来呢 出什么发 大人不是说 说什么说 说什么说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就别问 请命 是 你看是不是这个赢家的队伍来了 怎么没有碰车呀 好 你个麻烦老 你个真不够朋友 啊 你想骗人 我不管呢 你抄着什么 你抄着什么 抄着什么呀 既然来了 就一块走 这这么多车 大车 小车 这么多人 怎么走得动啊 今天是我请大家来议事 啊对 我还是先坐这吧 今天早上 我的下人 在我们家的门缝底下 发现了一封信 我给大家念 本首府 保驾 避难 京城市 已由礼部尚书 钱木斋大人 代为主持 马摇草 行啊 老夫是临危受命 倒也受宠若惊啊 好吧 今天我请大家来 就是想听一听 各位的意见 各书几件 哎呀刘老爸 哎呀老弟 你怎么跟个没事人似的 我还不走啊 再晚就出不了城了 你们快走吧 我还没想好往哪走 的话您就多保重 彼此彼此 也保重 全家平安 后会有期啊 老爸 久等了 现在一时 真的拿不出银子来 手头实在太紧了 怎么 又是 应该手务事 也拿来了 先拿去应急吧 救人要紧 又是 太难为你了 老爸 你放心 我这就去办 小心啊 这好事不出门啊 坏事传千里 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 我就听着城里的老百姓说 这皇上已经跑了 我不信 如果我们当官的都跑了 话说回来了 谁又不想跑啊 那我们要是都跑了 这南京城的百姓可怎么办呢 天大人 您还犹豫什么呀 等清兵一旦攻城 我们连一翔的机会都没有了 难道木老 就忍心让清兵血洗南京城 像扬州一样 几十万生灵 惨遭涂炭吗 是啊 不能再犹豫了 那 大家的意思 就是都同意 一乡 就这意思 钱大人 我家中还有事 我先告辞了 这一乡归一乡 那这一乡书 总得有人写吧 莫老师文坛太道 明白天下 写个一乡书 还不是小菜一碟 那就有劳莫老了 有劳莫老了 辛苦了 您辛苦 不该逃的逃了 不该走的 也都走了 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烂摊子 钱木斋 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悲凉和孤独 好啊 好 人贪太道 师贪领袖 哎呀 付出当官啊 当老官都干什么了 不是选美女 就是找春耀 等被降春的时候 我这太斗 还得写降书 老爷 内队都冬完脚着火了 是老百姓气得把马药草的家给砸了 还放了一把火 烧得好 马药草这个混蛋 身为国家的内阁首府 他连国都不要 他还要家干什么 收罚 老爷 咱们回家吧 你先把这封信 给刘太太送去 要不要给太太带什么话 不用 怕看了这封信 什么都知道了 哎 何去何从 似乎已成定居 钱木齋知道 剩下的事情 就是自己要用什么样的磁藻 来说服家人 和南京的百姓们 哎 李宝 哎 你不跟着老爷慌慌张张 跑回来干什么 老爷让我来给刘太太送东西的 刘太太出去一会儿了 钱大爷 你怎么不早说啊 谁知道你干什么呀 跑这么快 刘太太大爷老招呼也不打一个 哎 刘太太 什么事啊 您可回来了 这是老爷让我给您的 跟您一概就明白 李宝 行过大牢你知道在哪儿吗 知道 陈西南角 一片大会墙 从前跟老爷去过 那好 你快上马去追刘老爸 这是刑部尚书颁发的特赦令 有了这个 救黄公子就跟我把握了 快去吧 是 刘太太 我说头儿 皇上和马克勒都跑了 今儿我要听说刑部尚书自文寻国了 这石的石 逃着逃 把这么多犯人给我们扔在这儿 啊 咱就看守着呀 咱就看我家左林右手的人可都逃了 昨晚还跟我说搭搭搭搭走呢 我就没敢答应 逃 我看哪 咱也散了 各奔前程吧 还各奔前程呢 你有什么前程 说实话 我也不想待在这儿等死 可大火一测 这里的败人怎么办 一天三更 谁来供他们 这还有你操心 这手一开 不就完事了 对呀 哎呀 头儿 反正我是不干了 我现在就走 要么 你现在就把我的头 抱他上 哟 这不是长英格的柳麻子吗 来来来来 咱哥几个正别的黄 是啊 来跟这说一说 说一说 谢谢 我倒是想说呀 可你们真想听吗 刚才我在外面 可听见你们议论走的事呢